我一直都认为司马懿这个英雄完全没有后期 听到这句话很多人可能不同意 但是先不要杠先不要喷 先听脑柱我把我的想法讲完 司马懿的伤害来源于强化普攻和附加伤害 他本身三个技能的伤害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这个伤害体系下 核心装备一出立马进入强势期 这个时间段可以说是两个字单挑无敌 但是后续的装备对这个英雄的伤害提升不大 所以当敌方的经济起来之后 司马懿很快就会进入一个弱势期 道理很简单 就是人家的英雄不停的变强 一分的经济一分的战斗力 而咱们的英雄因为提升不大 所以进入原地踏步 所以你像马可后期转的是半肉 通过提高自身的存活率来提高战斗力 但可惜的是司马懿是近战 所以转半肉这个路子行不通 而对于近战收益最大的保命装备 明刀四命司马懿做出来收益又不大 所以可以选择的保命装备只有复活甲和金身 当然了那种手速特别快可以秒换装备的 这个特殊情况咱们先不考虑 所以到了后期你一个尽量刺客 在切后排的时候 无论是被打出了金身还是副活甲 如果你是一技能入场 那么用大招还有机会跑 而如果你是大招入场的话 几乎就没得救了 所以这样一来 当敌方出了保命装备之后 一套技能切不死的情况下 司马懿被反射的概率很高 这是司马懿后期不强的一个原因 然后第二个 司马懿的攻击模式很像是猴子 玩的都是一个技能触发强化普攻 但是物理加强的英雄有暴击 所以猴子的伤害期望值要比司马懿高很多 具体表现就是猴子可以打坦克 而司马懿不行 第三点 如果你是中路司马懿的话 在逆风的情况下 他都没法守 而对面的经济领先了 只要对面做出了魔女 那么这个英雄很难起来 所以综合以上三点 一后期的成长不行 二伤害的上限比较低 三逆风很难发育 所以老猪我认为 司马懿这个英雄完全没有后期 当你做完了巫术和帽子之后 这个时间节点 如果不能快速打崩对面 那么在接下来 游戏时间每进一分 司马懿便会弱一分 因为往后的任何一件装备 对于司马懿的提升都不是很大 对了不要说圣剑 金色圣剑这个装备 跟司马懿的核心玩法 完全是被盗而持 圣剑的法强加成特别低 而且那个被动不会立马触发 他那个附加伤害需要你先砍两刀 叠满两层被动之后才会触发 这就意味着 你想把圣剑的被动A出来 至少需要你在原地A三刀 而司马懿这个英雄 三刀你都A不死 那就说明了 敌方这个英雄 根本就不是你该切的 反之 如果你可以三刀毙命的话 圣剑这个被动 你根本就触发不了几次 所以你做圣剑的话 又没有任何价值了 所以与其做圣剑 你不如做个闲者 400点法强 可是140点的两倍多 再不记的话 做个回响也行 圣剑的被动 法强战胜只有30% 而回响有40%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去看 做圣剑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怎么轮也轮不到圣剑 所以与其想方设法 提高斯玛依的后期战斗力 还不如加换你的游戏节奏 在斯玛依的强势期之内 直接打崩对面 那不是街道欢喜吗 本身就不是一个后期英雄 你非要拖多拖 拖到后期去玩 那么请问你不输谁输 要知道法师里面A塔最快的 除了米莱迪就是斯玛依 所以推塔那么快一个英雄 你拖到后期了 那你的胜率低 只能怪你自己 这里拿下主宰之后 跟队友发起一波进攻 因为干将倾线比较快 拿暴军打不上高地 只能期望用主宰先锋的血量去硬扛 大招入场的斯玛依有三刀 但是一般情况下 大招落地之后 很难第一时间砍到人 毕竟对方又不是傻子 不可能原地不动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推荐一技能入场 不然的话你上这里 大招入场之后 发现切不到人 大招的那一发强化普攻A不出来 这个时候转用一技能去追击 会浪费一刀 这个操作稀斑烂 我都不好意思说 但是很多新手玩家 会跟我一样犯这个错误 所以我建议你用一技能入场比较好 虽然会考验你入场的时机 但是比较稳当 这里经过几次拉扯 敌方扮回了一些局势 但是不要慌 风暴龙望之处 大招入场先打出卡方复活甲 精神开启来规避伤害和控制 二技能沉默被动一刀送兄弟上路 这里由于钱不够复活甲换不了 但是问题不大 这一波我的作用很大 牵制住了敌方四个人 并且骗了敌方一波伤害 当我方队友入场之后 对面没有技能也是完全挡不住 也是帮助队友打出了敌方一个团面 那么这一把终究还是大局已定 我就说这个英雄后期打不了嘛 难受香菇音乐旗